大家好 我是沙姐 今天跟大家說說上環的一些回憶 想當年拿回我爸爸珍藏的相簿出來 我在上環出生 一直到小學三年班才搬走 這條叫公園行 當時我在這裏有四五十棟舊式的堂樓 我在這裏住 那裏有很多人住滿低下階層的家庭 記得有一年風災就變成危樓 之後大部份的堂樓都被地產商收購 現在建了荷里活華亭 旁邊這裏叫樓梯街 由皇后大道中直到半山堅島 有三百多級樓梯 還有這樓梯街兩邊有很多小販 例如賣雲吞、水果、汽水等 很多都沒有了 旁邊這裏就是摩托街 摩托街賣什麼呢 有很多古董賣的 賣古董去哪裡呢 相傳這些古董就是老鼠貨 所以這條街有另一個名字 就叫貓街 最往是二十多年前 這裏變了很多 以前生氣勃勃 現在死氣沉沉 擺滿那些賣東西的人 怎麼會叫Cash Street Cash Street的意思就是賣老鼠貨 我老爸除了喜歡拍照之外 也有看電影 帶我們去中央戲院看電影 我最享受的是看電影 旁邊安樂園吃雪糕 但現在戲院已經拆了 變成荷里活華亭 這張照片就在皇后大道中 看上去荷里活道 左邊就是個大大地 這個大大地有什麼玩呢 有很多事情 剪頭髮也有 猴子氣也有 木牛氣也有 耍功夫也有 大約去到七零年左右 政府就收回這個地 建了荷里活道公園 現在變成附近居民的神魂 遊戲的地方 小時候也有上茶樓喝茶 當時茶樓有大水煲 焗鐘 還有一個檀罐 最出名的是四大間 就是煉香、北韻、富龍和人火 但現在很多都沒有了 剩下煉香在原子裡還有 我記得以前 我都有去過上環街市 我經常去南座 北座就是電車總站附近那裡 但現在上環街市就是 因為保育就剩下西港城那裡 另外就變成了上環民喻中心 兼街市大廈 那田車總站呢 就還有在那裡 原來另一個大塊地呢 就是在這裡 叫平民夜總會 就是 在舊廣澳碼頭旁邊 很多東西吃的 炒煙啊 什麼炒東風羅啊 有人賣藥啊 賣武啊 還可以點唱的 香港政府就因為要填海 就建了這個港澳碼頭 就是巴士總站了 就沒有了這個平民夜總會了 就沒有了這個 我會想看 吃飽噪 吃飽雲 給我吃飽雲 吃飽雲 吃飽雲 別瀟 吃飽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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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